第一,海盗。资料来源,Tragipity。海盗指的是一群在海上进行抢劫、劫掠、抢劫等非法活动的人。这些活动通常包括袭击商船、沿海定居点、港口和其他水域。海盗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在历史上的高峰期是16世纪到19世纪。以下是一些关于海盗的常见特征和相关信息。 到聚基地,海盗通常有它们的基地或藏匿地点,这些地方通常位于荒芜的岛屿、沿岸洞穴或其他偏僻地区。这些基地为它们提供了隐蔽和逃脱的可能性。 旗帜和象征,许多海盗拥有自己的旗帜和象征,这些标志通常传达恐怖或死亡的资讯。例如,传说中的海盗旗帜上常常会有骷髅头和交叉骨。 船只,海盗的船只通常被改装成具有强大武力的战舰。这些船只可能配备大炮、火炮和其他武器,以便在抢劫中保护自己或对抗追捕者。 抢劫和勒索,海盗的主要目的是抢劫船只上的财富,包括黄金、银行、贵重货物和其他可贵之物。 他们还可能进行了锁活动,要求受害者支付赎金以保护人质或船只。 海盗法案,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都通过了海盗法案,以打击海盗活动。 这些法案赋予各国的海军和执法机构权利,以在国际水域和沿岸地区进行打击和逮捕行动。 文学和文化,海盗主题在文学、电影和文化中广泛存在,形成了一系列受欢迎的故事和形象。 例如,有许多以加勒比海盗为背景的电影,如《加勒比海盗》系列。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海盗在历史上曾经猖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打击这种非法活动,使得海盗活动在当代相对较为罕见。 资料来源,危机百科。 海盗或称海匪、海贼、海扣、洋匪、岛扣、绿克等,是海上的强盗。 旨在沿海或海上抢劫其他船只财产的人,是一门相当古老的犯罪行业。 海盗大部分被认定为罪犯,但也有部分海盗是同国政府扶植来打压敌国贸易线的准军是海军和雇佣兵,是为撕掠。 现代的海盗则是受国际公约规范为共同敌人,和约国只要有意愿或遭受威胁可无差别攻击海盗。 自从人类开始利用船只运输以来,海盗便应运而生。 古时海盗多以沿岸居多,地中海、欧洲北海等的有许多欧洲海盗, 宋朝后中国大陆南方与东南亚的海盗,日本与韩国海滨则有朝鲜海盗, 特别是航海发达的16世纪至今,只要是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带都有海盗, 此犯罪行业独特的是,海盗者多非单独的犯罪者,往往是以犯罪团体的形式进行。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种是撕掠症,也允许海上抢夺行为, 但是与海盗上有很大区别的是,撕掠是各国政府颁发给特定人, 允许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袭击敌国船只, 并严格依照规则办事,有些水手则在此法律边缘游走,变成真正的海盗。 在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典籍记载海盗的行迹, 也因此有许多古老的自专称某一时期的海盗, 例如中文中的倭寇,英文中的德克尼尔, 尤其只在17世纪与18世纪海盗黄金时代在西印度群岛掠夺西班牙船只的海盗。 在1691年至1723年期间,成千上万的海盗活动在商业航线上, 这个时代的结束以巴沙洛摩罗伯茨的死为标志。 此外,许多政治人物纪探险家都出生于海盗。 例如明末的郑之龙、郑成功、英国探险家法兰西斯德瑞克和10世纪的丹麦国王哈拉尔德、 哈罗格尔森等。 还有一些成名的女海盗如安妮伯尼和玛丽瑞德等。 明末,郑之龙以海盗兼引海商,一商一盗,最后由盗而关,一商一关。 为中国海盗史少见。 清朝时,中国沿海地区有很多海盗,包括著名的张宝仔、蔡迁、郑一郎、郑一嫂、郑留堂、郭婆代、总兵堡、乌十二、金谷阳、东海霸等。 现代著名的海盗民族是菲律宾摩洛人。 在马来西亚一带的马六甲海峡市海盗出没较多的海域, 仅次于近年活跃于印度洋海域的索马利亚海盗。 往来此类海盗活跃地区的巨型货柜船只经常遭到迟劫。 此类海盗与海盗前辈们不同,他们不偷窃货物而是绑架人质, 部分国家例如美国、中国及新加坡更派遣军队兑付。 现代海盗的性质已经不同于过去,而且部分海盗更有科技化及集团化之特征。 渔民除需要面对海盗问题外,亦有渔民会因贫困问题蜕变成海盗。 第二,最早的海盗记录。 资料来源,Tragipity。 最早的海盗记录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文献和历史记载中,有一些早期的海盗活动。 爪哇人和马来人,在西元一世纪, 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载了一些爪哇和马来人的海盗活动。 这些东南亚地区的海盗通常袭击罗马帝国的船只, 以及其他穿越印度洋河马六甲海峡的商船。 凯利比人,在西元前四世纪, 古希腊历史学家赫罗多托斯提到了一支称为凯利比人的部落, 他们在地中海一带从事劫掠和抢劫的活动。 肥尼基人,古代肥尼基人,西元前1550年至300年左右, 也以海上贸易和抢劫文明。 他们的商船经常遭受来自不同文明的海盗的袭击。 卢西塔尼亚人,在古罗马时期, 卢西塔尼亚人也以在地中海海域进行海盗活动而文明。 这些早期的海盗活动可能缺乏像后来迦勒比海盗那样的浪漫画描绘, 因为记录和文献相对有限, 且历史记载中往往带有一些传说和神话成分。 然而,这些早期的海盗活动为后来更广为人知的海盗文化奠定了基础。 资料来源,China Delhi。 最早的海盗记录出现在西元前1350年, 这被记载在一块黏土碑文上。 希腊的商人在北尼基和安纳托利亚这样的地中海港口进行贸易时, 偶尔会被海盗袭击。 古希腊人通常把下海寻求生计的男子称为海盗, 并把当海盗同从事游牧、农作、捕鱼、狩猎并列为五种基本谋生手段。 海盗一词在当时并无什么贬义, 海盗活动也并未被认为可耻, 赫玛史诗中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赫玛的两部长师以小亚西亚西岸的特洛伊城的战争为中心展开, 叙述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的故事。 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海盗活动, 连他们的船舶都是按照古时海盗船的式样建造的。 伊利亚特中的希腊英雄阿基留斯实际上就是一名海盗。 他自豪地说,我座船去毁灭了十二座城, 并且在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毁灭了十一座城, 我从这些城堡的过无数美好的财物。 同样,希腊最有志谋的英雄奥德修斯也是一名海盗。 奥德塞,终关于他的海盗经历随处可见, 他通过当海盗聚连了大量财富,后来还当上了国王。 罗马帝国时期,猖獗的海盗成了这个地中海头号强国的心腹大患。 当时罗马的军事特别统帅庞培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舰队。 在三个月的时间中,被罗马军队俘虏的海盗打两万多人, 四百艘海盗船被缴获, 还有一万多海盗在战斗中被打死, 八百多艘海盗船被焚烧和集成。 西元787年,英国多塞特海岸突然来了几艘龙头船, 海盗们手持矛,剑,战俘迅速上岸后, 剑人就杀,剑东西就抢。 他们烧毁房屋,截走家处, 然后满载着胜利品在海上及时而去, 这是维京海盗首次攻略英国。 七百九十三年六月八日, 来自挪威的维京人又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上了英格兰林帝斯法恩岛。 史料这样记载这次令人心悸的喜结, 当时,大地卷起了旋风, 天上的雷声隆隆作响, 在闪电中出现了一条巨龙。 手持刀斧的维京人来到林帝斯法恩教堂, 在疯狂劫掠时, 将所有的东西都糟蹋殆尽。 他们杀死了一些教室, 临走时, 又捆绑走一批教友, 教友们被迫赤身裸体, 受尽了屈辱, 有一些泽淹死在海里。 维京人指的是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附近岛屿上的丹麦人, 瑞典人和挪威人, 他们体格魁梧, 满面求然, 胆是过人, 长年漂流在海上, 贪财, 勇猛, 喜欢冒险, 血液中奔腾着强烈的征服欲望。 这次骇人听闻的闪电喜劫拉开了维京人攻略欧洲的序幕。 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北欧海盗称霸欧洲的维京时代由此开始。 维京人攻略欧洲分为东西两路, 全副武装的瑞典人向东进发。 他们的攻略对象首先是俄罗斯的保加尔和基辅这样的市政。 他们的舰队沿河逆流而上, 一直杀到军事坦丁堡, 甚至与阿拉伯国家也交了手。 西陆是丹麦和挪威的海盗, 主要是向西欧和不列边珠岛扩张, 他们在英国沿海先建立战略据典, 进而袭扰内地, 871年丹麦海盗占领了伦敦。 之后, 他们开始大肆攻略西欧。 截略对象蔓延到苏格兰、 爱尔兰、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直至法国的巴黎。 874年, 大批挪威维京人到达冰岛, 986年, 绰号洪发埃里克的挪威流亡犯人率众抵达格林兰岛。 维京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航海家, 他们对大海撩弱指掌, 他们的船特征非常明显, 狭长的船体, 船手刻着高高氧气的龙头, 只要一看到这种龙头船, 人们就知道这是维京人来了。 在惊涛骇浪中纵横四海的维京人令整个欧洲文风丧胆, 并从此成为海盗的代名词。 迈入16世纪, 新大陆的发现, 殖民的的扩张, 航行在世界各地满载金银和其他货物的船只, 这些都更加刺激了海盗们的野心。 他们的船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据记载, 从1609年到1616年, 土耳其海盗在地中海劫持了多达466艘商船。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海盗时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黑胡子船长爱德华帝奇, 黑色准男爵罗伯茨, 以及吉德船长等一批臭名昭著的海盗头子用枪炮写下了充满血腥味道的黑色船奇。 出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爱德华帝奇是个天生的亡命徒, 他留着一层浓密而张扬的胡子, 据说打出娘胎以来就从没剃过, 下至前胸上举其眉, 又长又密, 据说还被帝奇编成了许多小辫子, 似向各个方向, 因此得了个黑胡子的绰号。 黑胡子第一次率队出航就打响了名头。 他指挥配备了36门火炮的复仇女王号直奔东海岸的英国海防处, 在军港的港口, 明目张胆地抢劫了英国商船爱伦号。 当海军战舰赶上来拦截时, 复仇女王竟然拦腰撞上对方。 这种自杀性的亡命徒做法把英国皇家海军吓得目瞪口呆, 而他手下的海盗们则趁机举枪向甲板上疯狂射击, 英国官兵死伤惨重, 在惊恐万分钟狼狈逃窜。 黑胡子从此名震天下, 而整个大西洋沿岸来往船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无不忘风而逃。 1718年5月, 黑胡子实现了堪称是他整个海盗生涯中一次最大胆的突袭, 他率领四艘海盗船封锁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查尔斯顿, 将港内的船只洗劫一空, 然后一把大火烧光了所有的船。 他绑架了不少人职和市政议会的议员, 要携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 他的海盗船队带着棉花、 烟草等大量物品和150万英镑的赎金离开了查尔斯顿港。 不过, 黑胡子并没有享用到这笔钱。 当年秋天, 他的海盗船与英国皇家的李母号和珍珠号进行了一场殊死决战, 最终黑胡子被砍了25刀, 挨了5枪而身亡。 他的脑袋被砍下来是重, 身体则被喂了鲨鱼。 据说, 金钱并非黑胡子唯一的爱好, 他最大的乐趣是杀人, 每截到一艘船他都把旅客双手捆住, 双眼蒙上, 用力剑威逼着他们从船舰上跳进大海。 一次, 有位被俘的船长稍微对黑胡子表示反抗, 他就把这个船长的鼻子和耳朵割下, 当场逼着他把血淋淋的耳朵和鼻子吃下去。 而且, 黑胡子狠到连跟随他卖命的手下也不放过。 传说在每次埋藏珍宝时, 他都会带一名水手同行, 然后当土埋到一半时, 他就从背后杀死这名水手, 把他和珍宝埋藏在一起。 海盗史上最大的一笔买卖, 即所谓利马宝藏案发生在1821年。 当年秋季, 当西蒙波利瓦尔省指挥的南美解放军逼近利马时, 西班牙总督用重金租下了苏格兰人威廉汤普森的 司船亲爱的玛利浩, 然后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把把利马城里所有的珍宝都搬到这艘船上, 其中包括63所教堂的财产。 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是利马大教堂的圣母 玛利亚怀抱圣因耶稣像, 他由纯金制成无数的宝石点缀, 有真人大小, 重量超过一吨, 是当时断压工艺的极品。 此外, 还有价值连城的安登王冠, 用黄玉装饰的圣人遗骨, 273把黄金手柄镶嵌宪的宝剑, 利马教堂圆顶上由成吨的金银条制成的瓦片等, 全部黄金饰品重达27吨。 在当地居民的眼里, 威廉汤普森口碑很好, 是位值得信赖的船长。 西班牙官员、 主教大人和教会人士及利马总督也全部上了船。 但是, 他们看错了人。 实际上, 汤普森就是海盗出身, 而且他曾追随19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大海盗被尼托伯尼托。 当天晚上, 他下令饿死了船上所有的乘客, 并将他们投进了大海。 随后, 他与手下把利马宝藏运到了先为人知的科科斯岛 并藏匿在一个偏僻的山洞中。 此后, 由于汤普森下落不明, 利马宝藏的所在也成了一个至今无人解开的谜。 随着技术发展, 尤其是蒸汽机的使用, 以及各国海军实力壮大加强了海岸巡逻, 海盗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消声匿击, 然而, 他们并没有消失。 1981年夏天, 一艘古巴船在巴哈马群岛附近发现了一艘幽灵船, 他挂着满帆行径, 不回答任何讯号。 测嫌上不满弹洞, 甲板上到处是血迹后来查明, 这艘帆船叫卡利亚号, 两天前他曾发出求救电报, 说受到四艘无标志快艇的攻击。 现代海盗就此登场。 第三, 拉美西斯三世 资料来源, Tragipity。 拉美西斯三世, Ramsif III, 是古埃及的一位著名法老, 他是新王国时期, 约西元前1186年至西元前1070年的统治者之一, 并且是拉美西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强大统治者。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时期大约在西元前1186年至西元前1155年之间。 以下是拉美西斯三世的一些重要特征和历史事件。 比喻海盗入侵,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时期面临着一些外部威胁, 包括来自海盗的袭击。 他成功地击退了由西海岸的海上知名组成的联军的入侵, 这场战役被称为底比斯之战。 建造建筑物, 拉美西斯三世致力于在埃及各地建造建筑物, 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底比斯与阿蒙神庙的工程。 他还建造了一座大型的葬礼庙宇, 称为梅德奇奇神庙, Mortuary Temple of Madenet Hegur, 这是他的灵墓区域。 文化与艺术,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时期是埃及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时期。 他支持文学、建筑、雕刻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 并在他的统治下举办了多次盛大的祭典和庆典。 菲尼基迁徙, 据一些历史记载, 拉美西斯三世可能参与了菲尼基人的迁徙, 将他们安置在地中海沿岸的地区。 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 但在他去世后, 埃及进入了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 新亡国的辉煌逐渐减弱, 也标志着埃及历史上的转折点。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拉美西斯三世, 拉美西斯三世, 西元前1186年, 约西元前1155年4月, 是古埃及第二十王朝第二位法老, 在位32年。 拉美西斯三世的穆乃伊, 现藏开罗伯物馆。 其穆乃伊已被发现, 现藏开罗伯物馆。 第四, 维京海盗。 资料来源, Tragipity。 维京海盗是指来自于北欧地区, 主要是现代的丹麦、 挪威、瑞典的维京人在历史上进行的海盗活动。 维京时期大致时间为8世纪到11世纪。 这段时期维京人除了进行掠夺, 还是航海、贸易、探险和定居的专业水手。 以下是一些有关维京海盗的特点和历史事件。 长船,维京人以其著名的长船闻名。 这种船是窄长且轻便的, 可轻松穿越浅水区, 同时还具有相当的速度。 这使得维京人可以进行快速的袭击, 并在需要时快速逃离。 航海技术, 维京人是优秀的航海者, 他们使用太阳、 星辰和地势等标志进行导航。 他们也是最早使用罗盘的民族之一。 北欧掠夺, 维京人以其对欧洲沿海和内陆地区的 掠夺活动文明。 他们袭击了英格兰、爱尔兰、 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的定居点, 带走财富、掳掠居民, 并且有时还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 远洋探险, 维京人不仅在欧洲活动, 还进行了远洋探险。 其中最著名的是勒贝克, Leaf Erikson的探险, 据说他于11世纪早期抵达了北美洲。 诺曼底公爵, 一些维京人最终定居下来, 并在法国北部建立了诺曼底公国。 诺曼底公爵的后代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 例如威廉征服者, William the Conqueror。 虽然维京人的海盗活动在历史上被描述为激进和具有侵略性, 但他们的历史也表现出了对航海和探险的热情, 并在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的文化、 语言和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维京人, 古诺斯语, 弗坎克是诺斯人, 以及北方人, 现在则称为斯坎的纳维亚人, 在北欧区域的一支, 主要由探险家, 狂战士, 商人, 水手, 海盗, 巫师和工匠组成一类族群集合体。 他们来源于现代的挪威中部和南部, 丹麦全境以及瑞典中部和南部, 在北欧尚未形成国家的概念之前就以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 并非是统一的国家或民族。 从西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 他们侵扰并殖民了大部分欧洲沿海, 如法国的诺曼底, 西西里岛及南意大利, 拉脱维亚全境, 芬兰南部和西部等诸多区域, 其中有以英格兰的丹麦王朝和乌克兰的基辅罗斯最具代表性, 甚至影响了英国及俄国后来的历史进程, 维京人的足迹还遍及了北极乃至北美洲东部, 形成一片广阔的内海疆域。 在欧洲历史上, 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 这给欧洲各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维京人的造船术、建筑学、重型进攻武器、 北欧神话体系、 真知花纹和卢恩符文占卜的造译处于欧洲的顶尖位置, 带动欧洲其他国家在这些技术上的发展, 但是, 其防御型武器、狩猎、礼服体系、 社交文化、 饮酒习俗、 文学和奢侈工艺品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较又未原始野蛮, 反而受到欧洲基督教、 日耳曼文明的同化, 是偏刻非常严重的文化族群。 在维京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后, 大多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同化, 但其宗教、建筑、 节日、饮食文化并未完全消失,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和欧洲人的主流形式融合, 虽然丧失了一些自己的原貌, 但是其后代, 北欧的维京人三国、 丹麦、 瑞典、 挪威至今仍然保有大量有别于其他基督教欧洲国家的独特文化遗产。 因为维京人的特殊文化遗产, 故在现代的电影艺术和电子游戏中经常能发现这类族群的身影。 第五, 加勒比海盗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加勒比海盗是指活跃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群海盗, 主要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达到巅峰时期。 加勒比海盗的活动主要涉及西印度群岛, 巴哈马, 佛罗里达, 墨西哥湾和南美洲的沿海地区。 以下是一些与加勒比海盗相关的特点和历史事件。 黄金时期, 加勒比海盗的黄金时期约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 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时期, 标志着海盗活动的猖獗。 这段时期的海盗活动主要包括袭击商船, 抢夺港口和定居点, 以及与各国海军的战斗。 巴哈马的海盗共和国, 一些加勒比海盗在巴哈马群岛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形成了所谓的海盗共和国。 这里成为了海盗的避风港, 他们能够自由交易, 修理船只, 并通过民主方式选举领袖。 海盗船只, 加勒比海盗的船只通常是快速, 灵活且武装到牙齿的船只, 包括斯卡恩船, Schoolers, 贾斯特皮克船, Floops, 和弗利哥特船, Frigates。 这些船只能够快速迅猛地进行袭击, 并在需要时逃脱。 女海盗, 一些女性也参与了加勒比海盗的活动, 被称为女海盗。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安邦尼, 安邦尼, 和玛丽瑞德, Mary Reed, 她们在18世纪早期成为了知名的女海盗。 德雷克, 摩根等海盗, 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加勒比海盗包括法兰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亨利摩根, Henry Morgan, 等, 她们在加勒比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海盗的终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洲列强国家加强了对加勒比海的控制, 并进行了多次扫荡行动, 以铲除海盗。 1718年至1726年间, 英国海军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标志着加勒比海盗时代的结束。 加勒比海盗时期在历史和文学中都有着丰富的描绘, 成为了许多冒险故事和传奇的主题。 第六, 巴巴里海盗。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巴巴里海盗是指活动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北非沿海, 主要集中在摩洛哥、阿尔吉利亚、 图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家的一群伊斯兰教徒海盗。 这些海盗在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活跃, 主要以劫略商船、俘虏船员并要求赎金而著称。 以下是一些关于巴巴里海盗的特点和历史事件。 巴巴里海盗国家, 主要的巴巴里海盗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吉利亚、 图尼斯和利比亚。 这些国家的沿海地区成为巴巴里海盗活动的主要基地。 沿海基地, 巴巴里海盗经常利用地中海岸线和大西洋岸线上的据点, 如阿尔吉尔、 图尔吉、 德里波里等, 来进行他们的袭击行动。 劫略和勒索, 与其他海盗一样, 巴巴里海盗以劫略商船为主。 他们还以俘虏船员并向其家属勒索赎金而臭名招着。 奥斯曼帝国关系, 巴巴里海盗与奥斯曼帝国有联系, 他们往往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或默许。 奥斯曼帝国希望通过海盗行为削弱欧洲国家的海上势力。 美国与巴巴里海盗战争,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美国在巴巴里海盗的袭击下遭受了重创。 为了保护商船和水手, 美国与巴巴里海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被称为第一次巴巴里战争, 1801、1805, 和第二次巴巴里战争, 1815。 巴巴里国家的终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洲列强采取了措施来制止巴巴里海盗的活动。 最终,19世纪初, 英法和美国等国通过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 使得巴巴里海盗国家的势力逐渐衰落。 巴巴里海盗的时代是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航线上的一段动荡时期, 也是国际兼海盗行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巴巴里海盗或伯伯利海盗, 英语, Barberi Pirates, 或Barberi Corsairs, 也被称为鄂图曼海盗, 英语, Ottoman Corsairs, 是来自北非的海盗和撕掠者。 他们以摩洛哥河被称为巴巴里海岸的阿尔吉尔, 图尼西亚, 德里波里等的港口位据点。 巴巴里的名称来源于居住于这个地区的伯伯尔人。 巴巴里海盗的掠夺范围最初在西地中海一带, 其后从地中海开始, 向南延伸至西非沿岸甚至南美, 向北扩张最远至冰岛。 除了掠夺船只, 他们还截掠欧洲沿岸的城镇和村庄。 他们在路上攻击的主要目的是俘虏基督徒, 用于鄂图曼和阿拉伯奴隶贸易。 北非的海盗活动在穆斯林占领这一地区后就开始了, 但巴巴里海盗这一名词主要指16世纪后的北非海盗, 因为自此时期时, 海盗活动的频度和范围都大大增加了。 在这个时期内, 北非的阿尔吉尔、 图尼西亚河的黎波里等的相继成为 鄂图曼帝国的势力范围, 有些地区成为帝国的直辖省份, 有些则成为帝国的自治区域, 例如巴巴里州, 因而巴巴里海盗又被称为鄂图曼海盗。 此外, 还有部分巴巴里海盗来自西北非的摩洛哥。 自16世纪至19世纪, 巴巴里海盗俘虏了约80万至125万的欧洲沿海居民, 并将他们转卖为奴隶。 16世纪开始, 欧洲海盗带来的先进船只和技术 使得巴巴里海盗的活动范围扩大, 并在17世纪中叶达到顶峰。 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沿海村镇深受起扰, 居民纷纷迁往内陆, 直到19世纪才有人返回定居。 17世纪末, 欧洲各国的海军逐渐崛起, 开始驱逐北非沿岸的巴巴里海盗, 使得海盗活动开始减少。 但未受到海军保护的海岸和船只 依然不时受到巴巴里海盗的侵扰。 19世纪初, 发生了第一次巴巴里战争和第二次巴巴里战争, 此后, 经过维也纳会议的协商, 欧洲各国开始共同打击巴巴里海盗,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830年, 随着法国占领阿尔及尔, 巴巴里海盗失去了活动的根据的, 被彻底剿灭了。 第七, 索马里海盗。 资料来源, Tradgept。 索马里海盗是指在索马里沿海地区活动的一群海盗, 其活动主要集中在雅丁湾和索马里海域。 索马里海盗的兴起主要使于20世纪末,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以下是一些关于索马里海盗的特点和历史事件。 起源和背景, 索马里海盗的兴起与索马里内战、 政治动荡以及经济困境有关。 在这个时期, 索马里的中央政府权威崩溃, 导致了治安的恶化和经济的衰退。 一些愚民转而从事海盗活动, 以谋生和获取财富。 节略商船, 索马里海盗的主要活动包括节略商船、 船员绑架以及勒索赎金。 他们使用快速灵活的小型船只, 通常是与船货改装过的快艇, 进行袭击。 雅丁湾和索马里海域, 索马里海盗主要在雅丁湾和索马里沿海附近的水域活动, 这个地区是国际航运通道, 因此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船员绑架和勒索, 索马里海盗经常绑架商船的船员, 并要求高额赎金以释放他们。 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和对海上贸易的不安。 国际打击, 国际社会对索马里海盗的威胁做出了积极回应。 多国组成的联合海上部队在雅丁湾巡逻, 试图遏制海盗的活动。 此外, 一些国家还采取了在索马里沿海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 法律和司法追究, 国际社会通过建立特别法庭和采取其他手段, 试图对索马里海盗进行法律追究。 有些国家通过联合国授权在雅丁湾巡逻的部队还曾通过逮捕索马里海盗并将其引渡到其他国家进行审判。 近年来的减少, 随着国际社会的努力, 索马里海盗活动在近年来有所减少。 然而, 问题仍然存在, 索马里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仍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索马里亚海盗, 索马里亚与Burkabated Somalia, 泛指在东非鸿海与阿拉伯海之间, 索马里亚外海雅丁湾附近打劫商船, 劫持人职并进行勒索的海盗。 自21世纪初索马里亚内战第二阶段爆发起, 当地海盗活动开始猖獗并严重影响国际航运, 情况堪忧。 联合国调查其原委, 一些以伊朗籍业门为首的外国渔船趁索马里亚内乱进入其海域大肆非法捕捞, 并且有一些与意大利黑手党有关的欧洲企业, 趁乱在此海域倾倒包括核废料在内的各种有毒废料, 使得当地渔业经济遭受破坏。 而索马里亚由于连年内战, 海岸警卫力量严重缺失, 无法抵抗外国船只。 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则彻底摧毁了索马里亚沿海地区本一虚弱的经济。 作为回应, 部分渔民开始组织对当地渔业进行武装保护, 最终演变成为海盗。 根据2009年Wortheer新闻的一份调查显示, 索马里亚70%的沿海居民强烈认同, 海盗作为一种国防形式保护了当的水域。 由一些海盗组织的名称, 如国家志愿海岸警卫队, 也可以看出海盗的前身实际上位于民自发组织的民兵。 然而在发现了抢劫的巨额利润后, 当地武装部队的主要动机则发生了改变。 2006年起, 以美国海军为首的25国海军组成了第150号联合任务部队, Combined Task Force 150, 在雅丁湾水域划出了海事安全巡逻区。 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也纷纷派出海军, 前往海盗多发水域巡逻并保护商船。 在各国的严厉打击下, 自2012年起在印度洋活跃的海盗几乎灭亡, 但到2016年底时仍旧未彻底剿灭, 中国外交部急驻索马利亚大使2016年提醒索马利亚安全形势堪忧, 美国国务院2016年也未解除对该海域的海盗警报。 8. 海盗信奉的宗教 资料来源Tragipity 海盗的宗教信仰因其分布在不同地区和时期而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海盗中有些可能信奉基督教, 而有些可能信奉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 以下是一些例子。 基督教海盗在历史上有一些基督教信仰的海盗。 例如,加勒比海盗中的一些人可能信奉天主教或基督心教, 而英格兰斯掠者、私人武装船队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是基督徒。 巴巴里海盗, 16-19世纪活跃于北非巴巴里海岸的一些海盗, 主要是摩洛哥、阿尔吉利亚、图尼斯和利比亚的巴巴里国家的穆斯林。 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伊斯兰教。 然而, 他们的行为也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而非仅仅是宗教信仰。 索马里海盗, 现代索马里海盗可能来自多种宗教背景。 索马里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 因此一些海盗可能是穆斯林。 然而, 由于索马里的动荡局势, 有些海盗可能并不受宗教约束。 需要注意的是, 海盗的行为通常更受到经济、 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而非单一的宗教信仰。 他们可能以追求财富、 报复、 反抗不公正的政治体制等位动机, 而宗教信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因此, 在海盗中存在多样的宗教信仰和动机。 第九, 撕掠许可证。 资料来源, Tragipity。 撕掠许可证是指由国家或政府发放的一种特殊许可证, 允许其持有人, 被称为撕掠者, 在战争期间攻击敌对国家的商船并抢夺其财产。 撕掠许可证的发放方通常期望撕掠者对被攻击的敌对国家造成损害, 同时撕掠者也能从抢劫中获利。 以下是一些有关撕掠许可证的重要资许。 战争时期的实践, 撕掠许可证的使用在历史上主要集中于战争时期, 尤其是在17至18世纪的时期。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 正规海军实力不足, 国家需要其他手段来对抗敌对国家的商船。 撕掠者的角色, 撕掠者是由政府或私人赞助的武装船队的成员, 他们被授予撕掠许可证以进行对敌对国家的攻击。 撕掠者通常可以自由地攻击和抢劫敌对国家的商船, 同时将赢得的财富分配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赞助者。 许可证的条件, 撕掠许可证可能会设定一些条件, 如攻击特定类型的船只, 遵从国际法规定, 或将一部分赢得的战利品缴交给发放许可证的政府。 国际法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撕掠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并导致了一系列国际法规的制定, 如《巴黎宣言》1856年和《海牙公约》1907年。 这些法规禁止或限制了撕掠的实践。 19世纪后的终结, 随着国家兼海军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法的发展, 撕掠的实践在19世纪后逐渐终结。 国际社会对撕掠的强烈反对促使国家放弃了这种实践, 而撕掠许可证也不再被政府发放。 资料来源, 危机百科。 撕掠许可证, 英语, Ladder of Mark and Reprisal, 是16-19世纪间, 西方许多海权强国授权给指定的航海家, 允许他们可以针对本国以外的违法人士, 船队进行追捕, 摧毁等撕掠行为的一种特许证或违认状。 除了上述权力之外, 撕掠许可证常常还强调允许攻击, 掠夺战争期间敌国的商船甚至人员, 并可将所得财务拍卖等更大的权限。 拥有撕掠许可证的船队称为撕掠船。 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缔结了巴黎条约, 同年4月16日发表巴黎宣言, 以附件追加的形式废止了撕掠许可权, 但当时主要只剩下美国未批准此合议。 直到1907年, 韩美国在内的列强在海牙和会中决议武装商船 必须视为军舰造策管理之后, 撕掠许可证的历史才正式划下据点。 中世纪时代, 武装后的私有船只常常在其君主的默许下, 或者得到政府的任命后, 对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袭击。 例如, 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事变支持, 尽管本人否认, 法兰西斯德雷克船长对西班牙船只的袭击与劫略, 并在其中分了一杯羹。 胡果格老秀斯1604年关于国际法的开创性著作, 《论捕获物与战利品法》, 则从法律上给予荷兰船只袭击葡萄牙 以及西班牙船只的行为辩护。 1243年, 亨利三世首先颁发了日后被称为撕掠伪认状的文件。 这些早期的执照给予了特定的持有人袭击, 掠夺海上任何被认定为敌人的船只的权利。 而作为交换, 这些撕掠者必须将一部分抢到的战利品上交给国家。 在战时撕掠执照发行50年之后, 真正意义上的撕掠许可证于1295年登上历史舞台。 根据格老秀斯的说法, 撕掠许可证的颁发类似于宣布一场私人战争的爆发。 这个不为现代人熟知的概念与当时的航海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在那个年代, 各国的法律都很难管理海洋上的事物, 这迫使所有的商船都不得不武装自己以求自卫。 典型的撕掠行为旨在取得国家授权后对敌国目标发动的私人袭击。 有记载的最早的持证撕掠行为发生在1295年的英格兰。 而直到1620年, 对撕掠行为的谴责一直没有停息,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发现为了向海市法庭递交损失评估的申请, 船主往往要穷尽所有财富。 谴责者认为这种行为是对错误对象的一种错误复仇, 而给予撕掠行为合法地位的许可证自然也不能幸免。 到了16世纪, 在欧洲战时给予撕掠者执照的行为已经变得相当普遍。 但与此同时, 大部分国家都开始立法对许可证的颁发以及领取进行管制。 虽然撕掠委任状和撕掠许可证本来是不同的两种党, 但进入18世纪后, 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理论当中了。 例如, 美国宪法表明, 国会有权颁发撕掠许可证, 其中并没有特别地将撕掠许可证和委任状分开注明。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期间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是, 武装商船能够获得和撕掠船只或称私人战船相同的许可证, 而船长只需要在口头上做出对船只用途的声明。 例如, 两艘名叫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的船只都于1812年战争期间获搬许可证, 其中注册于哈利法克斯的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是一艘撕掠船只, 而圣约翰的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则是一艘武装商船, 尽管该船亦从事撕掠活动。 东印度公司也给自己旗下的东印度帆船安排了许可证, 比如尼尔森林主号。 该船获得证书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合法进行自卫, 他们进行自卫不需要许可, 而是为了能够在与其他船只的战斗获胜后合法取得战利品, 而不会被指控为海盗。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莫宁顿伯爵号。 作为一艘往返于英国和印度的定期航班, 他们同样也获得了许可证。 1793年7月, 三艘东印度帆船皇家下落地号、 特里顿号以及瓦利号参与了对彭迪谢里港口的封锁行动。 之后他们也在前往中国的行程中在马六甲海峡进行了一次截掠行动。 他们遇上了一艘搭载着数量可观的货物的法国巡防舰, 后者正靠岸补充淡水。 这三艘英国船只立刻采取行动, 并将对方赶网讯他海峡。 在短暂的交火后, 英国人成功捕获该巡防舰并将其洗劫一空。 如果这三艘帆船没有持有许可证, 他们所实施的行动就会被指控为海盗行为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另一艘东印度帆船费尼克斯号, 他们在1800年11月10日俘获了法国撕掠者, 让马利迪泰德的马拉迪将军号。 由于持有撕掠许可证, 该船的行动同样合法。 第十, 彼得莱奥普尔的Peter T. Leeson。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彼得莱奥普尔的Peter T. Leeson, 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 他以其在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 以下是关于他的一些基本资讯。 教育背景, 彼得莱奥普尔德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 之后在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中完成了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 莱奥普尔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领域。 他关注的主题包括私人制度、 制度变革、 发展经济学、 契约理论和制度设计。 学术职业, 他曾在乔治梅森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交职, 并于2019年起成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商学院的院长。 代表作品, 莱奥普尔德的一些代表作品包括, 看不见的钩子, 海盗经济学,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 这本书使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解读历史上的海盗社会。 此外, 他还有关于非洲传统法律制度和契约理论的研究。 奖项与荣誉, 他因其在法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得了多个奖项, 包括由蒙哥玛丽学会颁发的蒙哥玛丽奖。 总体而言, 彼得莱奥普尔德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聚焦于非传统的主题, 通过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 第十一, 看不见的钩子, 海盗经济学。 资料来源, Chad G.P.T. 看不见的钩子, 海盗经济学,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 是经济学家彼得莱奥普尔德, Peter T. Leeson, 所着的一本书。 这本书于2009年首次出版, 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历史上的海盗社会, 深入研究了他们的组织结构、 决策过程、 契约制度等方面的运作。 在这本书中, 莱奥普尔德使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会选择成为海盗, 以及为什么海盗社会在非正常环境中能够建立一些非传统但高度有效的制度。 书中对海盗的组织、领导结构、 契约、纪律和分配财富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通过许多历史案例提供了有趣而生动的描述。 总体而言, 这本书通过生动的叙述和独特的视角, 揭示了海盗社会中的经济学原理,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而富有洞察力的历史观点。 资料来源, 豆瓣。 海盗从来是一个学头十足的话题, 文学作品把这一领域视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部《加勒比海盗》打赢了迪士尼在电影领域的翻身仗, 使得妖孽的捷克船长一夜之间成为了无论孩子还是少女都未知疯狂的人物形象。 日本目前仍在更新的热血长篇《海贼王》取材中融入了黑胡子等历史上著名海盗传说的元素, 击重的并不仅仅是宅男们的神经。 但在这些以海盗为主题的影视与文学作品中, 海盗往往被描写成为了追求自由平等或兄弟之情一类的浪漫理想才跟上贼船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 支撑海盗四百年屡禁不止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海盗经济学, 要为我们揭开的, 就是这样一个海盗传说背后的真相。 在海盗传上, 人们确实享有更多的自由, 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权力并更加团结, 但凡此种种, 都不过是海盗们用以保证他们这种犯罪方派内不能合作无间的手段方式而已。 我并不是说海盗们从未受过田园木戈市美好想法的驱动, 但大多数水手之所以会成为海盗, 还是出于一个我们更未熟悉的理由前。 18世纪早期, 约翰·鲍恩船长手下的海盗帮曾做成一票买卖, 让每个船员分到了501英镑。 要知道当时的老百姓干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英镑。 即使是小规模的海盗帮, 在1722年时干成一票买卖, 也足以让每个人赚上300英镑, 这是同时代普通水手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的收入。 尽管如此, 可观的战利品并不是水手们放弃商船转投海盗生涯的唯一动力。 比起微薄的薪水, 商船上恶劣的环境和虐待可能更让人难以忍受, 难以忍受至水手们要冒着砍头的风险成为海盗。 商船上的组织形态等级森严。 由于投资商船的船东并没有必要和勇气拿自己的性命亲自体验一下残酷无情的海上生活, 所以他们委派了船长代替自己监管船员。 通过把给船员分派任务, 控制口粮和薪酬分配, 维护纪律以及惩治船员的权力集中到船长手里, 船东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船员的投机取巧行为。 但这种船长的独裁统治在另一方面也就滋深了一个问题, 船长可以轻易地利用其权力压迫剥削船员为自己牟利。 商船船长施暴的现象屡见不显, 这并不是因为商船船长们深信暴力, 而是因为商船持有人的结构使得他们需要一位原高压或独裁的领袖。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海盗们的状况。 与商船不同的是, 海盗们共同拥有核金银船只, 从这个角度上看, 海盗船就像是一家飘在海上的股份制公司, 所有船员的利益保持一致。 这就使得海盗组织更加容易建立起扁平而民主的政体, 当然这种政体的产生是由于对利润的一致追逐, 而并非对浪漫民主理想的追求。 海盗们不但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 甚至可以罢免船长。 与商船和皇家海军不同的是, 任何人只要高兴了, 都可以跑去和船长一起吃吃喝喝。 如果船员发现船长的饭菜更丰盛, 他们会直接用自己的盘子换下船长的那个盘子。 无论如何, 海盗们确实建立了民主, 并且遭遇各国政府在一个更为精巧复杂的制度化奋权体系之下施行了民主, 时间比美国还要早一百年。 在《海盗经济学》中, 作者将这种推动海盗兴盛的力量称为看不见的钩子, 借用了《彼得潘》中铁钩船长的形象, 比喻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 这正是本书英文原名《The Invisible Hook》的来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 针对资本家投资的利益驱动进行了阐述,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我们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 在致力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也会为他人的利益服务。 当我们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时候, 他们也会乐于与我们合作, 而这其实也是在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不能指望靠着屠夫、 酿酒师、 面包师的善心来获得我们的晚餐, 我们只能指望靠着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来获得晚餐。 保证你需求得到满足的最可靠东西是利益动机。 要是商人们没有贪欲, 你就只能在自家后院里挖掘自重的胡萝卜了。 但市场之美就在于他们可以驾驭人们的贪欲, 并且使这些贪欲可以为别人的需求服务。 正是海盗的贪欲促使他们创立了先进民主的组织形式 并将其付诸实践, 还是这种贪欲促成了海盗扁平化的薪酬分配制度 和比商业社会更完善的社保体系, 同样是这种贪欲, 使得早在18世纪某些海盗团伙中的黑人水手 就享有和白人水手同样的津贴和公民权利。 从这个角度讲, 无怪乎时至今日海盗题材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仍然拥有强大的魅力, 因为除了浪漫、血腥和猎奇,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海盗的生活符合当今世界最广为认可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包括我们所渴望的民主、平等和社会保障。 第十二 阿兹特克文明 资料来源 Tragipity 阿兹特克文明 是15世纪和16世纪之间繁盛于今天的墨西哥地区的一支古代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在西元1325年建立了首都特诺奇提特兰 后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以下是一些关于阿兹特克文明的关键特征和历史要点。 起源与迁徙 阿兹特克人的起源传说中与一只神秘的银河蛇有关。 他们自南方迁徙到中墨西哥高原, 最终在一座湖中的岛上建立了特诺奇提特兰城。 城市建设 特诺奇提特兰是一座座落在人工湖中的城市, 由运河与桥梁连接。 城市规模庞大, 拥有宏伟的金字塔、宫殿、神庙和市场。 农业与贸易 阿兹特克人通过复杂的农业系统 在湖泊周围建设了人工岛屿用于种植作物。 此外, 他们通过贸易与周边文明交往, 与特定区域的城市建立了贸易联系。 社会结构 阿兹特克社会分为贵族、农民和奴隶。 贵族拥有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利, 而农民负责生产、奴隶则执行各种任务。 宗教 宗教在阿兹特克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信仰众多神旨, 其中最重要的神旨之一是太阳神, 神胡伯特库特利。 宗教仪式通常涉及祭祀和人祭。 墨西哥征服, 阿兹特克文明在西元1519年遭到西班牙征服。 由于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on Cortez的军事优势和与当地其他部落的联盟, 特诺奇提特兰城在1521年被西班牙军队攻陷, 标志着阿兹特克文明的结束。 阿兹特克文明在征服之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建筑和艺术遗产, 对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阿兹特克, 英语, Astex, 西班牙语, Astekes, 又译为阿兹台克, 阿兹提克, 是一个14-16世纪存在于墨西哥的古代文明, 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 因阿兹特克人而得名。 阿兹特克人是墨西哥的原住民, 广义上包括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居住在墨西哥古地上的多个民族, 狭义上专指使用纳瓦特尔语的民族, 及纳瓦人。 阿兹特克文明中最大一级的行政区化是城邦, 有些城邦组成政治联盟或政治邦联。 其中,1427年建立的阿兹特克帝国最具影响力, 帝国由墨西加城邦特诺奇蒂特兰, 阿科尔瓦城邦特斯科科以及特帕内克城邦特拉科潘组成, 政治影响力深远, 领土范围及盛石东底墨西哥湾, 西至太平洋, 南达恰帕斯和瓜地马拉。 由于其强大的历史影响力, 阿兹特克在狭义上常特指阿兹特克帝国, 但广义来说, 在殖民者入侵之前亦或是在西班牙殖民时代, 中部美洲的所有的纳瓦人国家均可归入阿兹特克文明的一部分。 阿兹特克人于约十二世纪末由北方迁入墨西哥古地, 这里人口稠密, 后来成为阿兹特克城邦崛起的中心。 墨西加人是阿兹特克人的主要分支, 他们在特斯科科湖中的岛礁建立起特诺奇蒂特兰城邦, 并定居于此。 1427年, 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斯科科特拉科潘结盟, 联合击退了曾支配古地的特帕内克城邦阿斯卡波查尔科。 此三邦的联盟在后世被称为阿兹特克帝国, 在随后的百余年内通过武力和贸易攻势展开扩张, 成长为中部美洲势力范围最庞大的城邦联盟。 尽管被称为帝国, 阿兹特克帝国事实上是一个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朝贡帝国, 依托于扶植傀儡君主、 政治联姻以及思想控制的方式间接控制其他城邦, 强制其并其向宗主进贡, 并不以军事住房的方式实行直接统治。 帝国借此限制各邦同外部的贸易联系, 使其蜀邦越发依赖帝国中央。 1519年, 阿兹特克帝国的领土达到极盛, 但一年后即迎来了欧洲人的历史性的访问。 1520年, 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一行抵达中部美洲。 科尔特斯利用中部美洲城邦间的矛盾, 和阿兹特克的敌对城邦结盟, 在1521年攻陷特诺奇地特兰, 俘获并处决特拉托阿尼夸乌特默克, 并在特诺奇地特兰的废墟之上建起了现代墨西哥城。 科尔特斯以此为中心实现对中部美洲全境的征服和殖民, 降之纳入西班牙殖民帝国。 近现代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大规模研究始于19世纪, 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工作的进行, 阿兹特克文明的文化、 艺术和宗教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除了考古工作发现的古建筑和古物件外, 既有的书面文献也起到重要作用, 包括原著名手抄本, 西班牙征服者的纪实文学, 以及16世纪和17世纪由西班牙牧师或是有读写能力的阿兹特克人编撰的文化和历史文献等。 12卷手抄本佛罗伦斯手抄本是其中较为著名的文献, 由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杰和一些阿兹特克人的描述写成, 完整全面地记录了阿兹特克文明的文化、 宗教、社会、经济和历史样貌。 德国地理学家冯洪保在19世纪早期率先用阿兹特克一词指代中部美洲纳瓦人以贸易、 习俗、宗教、语言或政治联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文明集合体, 阿兹特克一词就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 不过,阿兹特克的具体界定也仍是一直以来学术讨论的主题之一。 根据中部美洲历史的断代法共识, 900年至1521年的后古典时期内, 中部美洲的绝大部分族群都拥有大体类似的文化烙印。 因此,大部分普遍认为象征阿兹特克文明的文化元素并不是阿兹特克帝国的专属, 因此对阿兹特克文明概念更贴切的理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中部美洲文化体系, 其农业以玉米栽培为主, 社会形成皮尔利贵族和马赛瓦尔利平民的阶级分野, 崇拜以特斯卡特利波卡、 特拉洛克和克查尔科亚特尔为主的神系, 立法系统由365天一周期的太阳历内嵌260天一周期的神圣力组成。 与之相对应的, 守护神旨为其洛波奇特利、 双子金字塔和阿兹特克陶制品则是阿兹特克人独有的文化符号。 现代墨西哥国家建立后, 阿兹特克文化作为其国土上曾存在的重要文化而成为其现代国家认同的根基之一。 特诺奇蒂特兰剑城传说中雄英贤长蛇利于先人掌之上的经典场面出现在墨西哥国旗和国徽上, 为其重要的国家象征之一。 第十三 黄金船队 资料来源 Tragipity 黄金船队, The Spanish Treasure Fleet, 也被称为西班牙黄金舰队, 是指16世纪和17世纪初, 由西班牙财政部运营的一系列船队, 负责将从西属美洲, 主要是秘鲁和墨西哥挖掘出的大量黄金、白银和其他财宝运送回西班牙。 以下是关于黄金船队的一些关键资讯。 运营时间 黄金船队的运营时间主要集中在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 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奥古斯丁舰队, Great Armada of 1715。 船队组成 黄金船队通常由数十艘甚至上百艘船组成, 包括装载黄金、白银、宝石、陶器等财宝的大型船只, 以及负责保护和运输的军舰。 财宝来源 主要的财宝来源于西属美洲的殖民的, 尤其是碧鲁和墨西哥。 这些地区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矿藏, 西班牙殖民者通过征服和剥削地方资源, 将财富运回西班牙。 征服和护航, 为了确保黄金船队的安全, 西班牙通常派遣强大的军舰护航。 然而,这并没有完全阻止其他国家或撕掠者的袭击。 著名的英国撕掠船队和海盗法兰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就曾多次袭击过黄金船队。 重要事件, 在1715年, 一支由14艘船组成的圣奥古斯丁舰队 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遭遇了强烈的飓风, 导致了大部分舰队的沉没。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黄金船队历史上的一次灾难, 许多珍贵的财宝沉入了大西洋。 经济影响, 黄金船队的运营对西班牙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输入导致了通货膨胀, 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班牙的经济多样化。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 1702年, 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黄金船队在大西洋维哥湾被英国人集成, 从而留下探保史上一大疑案。 当年6月的一天, 震荡黄金船队驶到大西洋维哥湾时, 突然被一只鹰和联合舰队拦住去路, 绝望的黄金船队总司令下令烧毁运在金银珠宝的船只。 据被俘的西班牙海军上将下孔估计, 约有5000辆马车的黄金珠宝沉入海底。 由于西班牙财政状况日渐窘困, 国王菲利普武士1702年命令南美洲西班牙殖民政府把上脚和进贡的金银财宝用船火速送往西班牙塞维利亚。 这样做事要冒很大风险的。 这是因为, 横渡大洋运送这批价值几百亿法郎的财宝必然要有一只引人注目的部队, 而当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处在交战之中。 尽管如此, 时期搜满载着从秘鲁和墨西哥掠夺来的金银珠宝的大帆船 还是在1702年6月12日离开了哈瓦那, 朝西班牙领海进发了。 这就是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黄金船队。 1702年, 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黄金船队就在大西洋维哥湾被英国人集成, 从而留下探保史上一大遗案。 那时, 西班牙财政困窘, 一只由17艘大帆船组成的庞大船队遵命载着从南美洲掠夺的金银珠宝火速运回西班牙, 其间将经过一段最危险的海域。 在6月的一天, 震荡黄金船队驶到雅塑尔群岛海面时, 突然一只鹰和联合舰队拦住去路, 这支15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迫使黄金船队驶往维哥湾躲避。 面对强敌的包围, 唯一而且最好的办法是从船上卸下财宝, 从陆地运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但偏偏当局有个奇怪的规定, 凡从南美运来的东西必须首先到塞维利亚试验收。 显然不能为令从船上卸下珍宝, 侥幸的是在皇后玛丽德萨瓦的特别命令下, 国王和皇后的金银珠宝被卸下, 改从陆地运往马德里。 在被围困了一个月后, 因和联军约3万人在鲁克海军上将指挥下对维哥湾发起猛攻, 3115门重炮的轰击, 摧毁了炮台和障碍炸, 西班牙守军权限崩溃, 由于联军被眼前无数珍宝所激愤, 战斗进展迅速, 港湾很快轮影, 此时黄金船队总司令被拉斯科绝望了, 他下令烧毁运载金银珠宝的船只, 顺时间维哥湾成为一片火海, 除几艘帆船被因和联军及时俘获外, 绝大多数葬升海底。 这批财宝究竟有多少, 具备服的西班牙海军上将下孔估计, 约有4000到5000辆马车的黄金珠宝沉入了海底。 尽管英国人冒险多次潜入海下, 也仅捞上很少的战利品。 于是,这批宝藏强烈吸引着无数寻宝者。 从此,在近一千海里的海底, 出现了一批批冒险家身影, 他们有的捞起以空空如也的沉船, 有的却得到了纯绿宝石、紫水晶、珍珠、 黑琥珀等珠宝翡翠, 有的人用现代化技术和工具继续寻觅。 随着岁月推移, 风浪海潮已使宝藏蒙上厚厚泥沙, 众多传闻又使宝藏增添了几分神秘, 无疑给冒险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不幸的是那部分由陆地运往马德里的财宝, 在途中有一部分被抢到抢走。 这部分约一千五百辆马车的黄金, 据说至今仍被埋藏在西班牙旁特维德拉山区的 一个纤维人知的地方, 这显然又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梦想发财的人们。 第十四, 海盗,黑胡子 资料来源, Tragipity 黑胡子, Blackbeard, 是指英国出身的海盗爱德华太奇, Edward Teach, 或爱德华陶奇, Edward Thatch, 约1680年, 1718年。 他因为浓密的黑色胡子而得名,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海盗之一。 以下是关于黑胡子的一些重要资讯。 生平, 黑胡子的出身的和早年生活并不清楚。 他可能在英格兰或布里斯托尔出身。 有关他早年的生平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成为海盗, 巨姓, 黑胡子最初是一名撕掠船员, 为英国和美洲殖民的服务。 然而, 他后来转向了海盗生涯, 成为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船长。 盛名与恐怖手段, 黑胡子以其巨大的身躯, 浓密的黑色胡子和燃烧的慢燃导火线而闻名。 他善于制造恐怖氛围, 战斗前点燃导火线, 让烟雾弥漫, 给敌人造成心理压力。 劫掠活动, 在1717年至1718年之间, 黑胡子成为了一位非常成功的海盗。 他在加勒比海和北美沿海的水域活动, 劫掠了许多商船。 战斗与死亡, 最终, 黑胡子的暴行引起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关注。 在1718年11月22日, 英国海军上校罗伯特梅安德·Robert Maynard, 率领的队伍在北卡罗莱纳的奥克拉科克湾 与黑胡子的船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 黑胡子被打死, 他的头颅被悬挂在罗伯特梅安德的船上。 遗产, 黑胡子的传说在海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文学, 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作品中, 成为海盗的象征之一。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黑胡子, 英语, Blackbeard, 本名爱德华帝奇, 英语, Edward Teach, 或Edward Thatch, 1680年1718年11月22日, 生于英国布里斯托, 是世界航海史上恶名昭彰的海盗之一, 在西印度群岛及美洲殖民的东岸进行劫掠, 其早年生活不可知, 他可能在安妮女王战争期间成为撕掠船上的水手, 而后可确定的是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中的新普罗维登斯岛, 且该岛是班杰明或尼戈尔德船长的基地之一, 而在1716年左右, 帝奇加入班杰明的团队且被任命为一艘班杰明俘虏的单为纵帆船的船长, 他们截略了许多船只, 斯蒂德邦尼特也曾加入他们, 但于隔年1717年, 霍尼戈尔德汴金盆洗手。 之后帝奇又俘虏了一艘法级商船, 命名为安妮女王复仇号并配备四十门大炮, 他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海盗, 而他的别名黑胡子导演于他那又黑又厚的胡子及那令人畏惧的脸孔。 他曾接受英国王室的赦免, 但很快又重返大海。 之后, 他被维吉尼亚殖民的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盯上, 1718年11月斯波茨伍德组织了一群士兵及水手试图抓捕黑胡子, 在激烈的战斗中, 帝奇与他的一些同伙被罗伯特梅纳德中尉所率领的水手小队所杀。 此后, 黑胡子被文艺化, 并成为各种以海盗为主题的幻想作品的启发、灵感来源。 第十五, 海盗, 突婴。 资料来源, Tragipity。 突婴, Kalikojak, 是指海盗约翰拉克汉姆, John Racken, 的绰号。 他因为在船上喜欢穿着花哨的卡利科布料而得名, 因此被人称为Kalikojak。 拉克汉姆是18世纪初期活跃的一位加勒比海盗, 尽管他的海盗生涯相对短暂, 但他的旗舰上的旗帜却成为了海盗文化的一个标志。 以下是有关突婴Kalikojak的一些关键资讯。 申平, 约翰拉克汉姆生于约1682年, 是英格兰的一名海员。 他于1718年至1720年之间活跃, 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加勒比海盗。 旗舰, 突婴的旗舰是一艘名为德瑞德罗尼, The Revenge, 的船。 这艘船以其鲜艳的颜色和卡利科布料装饰而闻名, 使得突婴本人也因此得名。 女性船员, 突婴的船上有两名著名的女性海盗, 分别是玛丽里德、 Mary Reed和安妮伯尼特、 Anne Bonny。 他们在突婴的指挥下参与了多次截略行动。 被捕和死亡, 由于海盗行为, 突婴最终于1720年被英国皇家海军捕获。 在审判中, 他被判处死刑, 于1720年11月18日在亚买加的波特皇家港被绞刑处决。 旗帜, 突婴的旗帜成为了海盗文化的一个图示, 上面会有一副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 这一设计常被用来代表海盗的象征。 尽管突婴的海盗生涯相对较短, 但他的旗帜和与他同船的两名女性船员在后来的海盗文化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第16, 著名海盗事件。 资料来源, 有许多历史上著名的海盗事件, 其中一些被广泛记载并在文学、电影和其他文化作品中被提及。 以下是一些著名的海盗事件。 黄金船队截略1715年西班牙的圣奥古斯丁舰队于1715年在迦勒比海遭受了强烈的飓风, 导致多数船只沉没。 这一事件被一些海盗利用, 包括黑胡子、Blackbird和查理斯瓦恩、Charles Finn, 他们纷纷前去截略沉船上的财宝。 布兰德岛战役1689年威廉吉德·William Kidd曾是一位撕掠船长, 但后来被指控为海盗。 在布兰德岛、Brandenburg的一场战役中, 他被捕并被带回英格兰受审,最终被判死刑。 查理斯敦的黑海盗 1718年查理斯敦是南卡罗莱纳的一个殖民的, 1718年时成为海盗的重要活动地。 这一年,查理斯瓦恩被围困在查理斯敦港口, 他点燃了自己的船舰,成功逃脱了英国海军的包围。 瓦斯科纳努涅斯巴尔伯萨的截掠, 拿索岛,1522年瓦斯科纳努涅斯巴尔伯萨是葡萄牙的一位海盗, 他于1522年成功截掠了西印度群岛的拿索岛, 这个事件被认为是早期大西洋海盗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件。 巴巴里海盗的俘虏事件, 1801年至1805年巴巴里海盗是17-19世纪活跃在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 在19世纪早期, 美国和其他国家被迫与这些海盗交涉, 并支付赎金以释放被俘的船员。 这些事件代表了海盗活动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和地区的不同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海盗事件的历史细节可能因为文献资料的有限性而存在争议。 资料来源,搜狐。 世界十大最著名海盗。 1.黑胡子海盗。 海盗黑胡子原名爱德华, 第7,Edwardich。 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 第7开始驾武装民船出海截略敌船, 此后它便成为18世纪横行迦勒比海地区最恶名昭彰的海盗。 著名的黑胡子这个外号就来源于它那满脸凌乱而又净显狂野的黑色长胡子。 黑胡子在全盛时期拥有由四艘帆船组成的海盗舰队, 其中复仇女王号是它的旗舰。 随着实力的壮大, 黑胡子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 它决心攻击由政府军把握的海港, 并计划在这里建立独立的政权。 黑胡子选定的目标是当时仅次于波士顿、 纽约河费城的北美第四大港口查尔斯顿。 1718年5月, 黑胡子带着它的海盗舰队封锁了查尔斯顿港。 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建国, 英国海军也没有建支在附近住房, 黑胡子的围攻立即奏效。 海盗舰队玄机捕获了五艘进出港口的商船, 不仅截略了船上值钱的财物, 还扣押了几位人职, 其中包括查尔斯顿的百万富翁撒姆尔, 来隔阂他的儿子。 2. 女海盗安妮、鲍利 安妮、鲍利、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海盗之一, 她曾是一名种植园主的女儿。 18世纪初, 她离开家乡加入了海盗头目棉布杰克的船队, 从此开始了海盗生涯。 在一次与围剿军作战时, 由于缺乏实战指挥经验, 安妮、鲍利敌不住蜂拥而上的英军, 在经过一番拼死搏斗后, 身负重伤的她都被英军俘获。 1720年11月16日, 在亚买加岛的圣地雅哥德拉维加法庭开庭审判, 安妮和追随她的所有海盗都被判处死刑。 3. 海盗王子黑萨姆。 萨姆, 贝拉米、Samuel Bellamy, 仅仅活了28岁。 在她有限的生命中, 贝拉米通过数次大胆的海上截传行为把自己黑萨姆的著名外号传遍新大陆的海盗界,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海盗王子。 萨姆, 贝拉米18世纪在委内瑞拉的劳伯恩奎拉岛上创建了它的海盗基地, 并藏匿了很多珍宝。 这些宝藏于1984年被发现, 委内瑞拉政府将于2007年6月份开始用这些宝藏建设国家旅游设施。 在当时, 劳伯恩奎拉岛上能够看见的距离内几乎没有船只从此经过。 海盗共和国的作者柯林伍德认为她是那些为了躲避巴贝多岛和法术马提尼克岛法律制裁的人们的非常好的藏身之处。 4, 中国女海盗正时事。 在海盗黄金时期, 最著名的中国海盗就是正时事。 正时事出身妓院, 1801年被海盗正义劫持, 正义死后她成为当时最强权的女海盗船长。 最巅峰时期, 正时事曾掌控一支拥有数百艘船的海盗舰队。 1811年, 正时事终于决定接受朝廷的招安。 正时事等率领配备1200门火炮的270余艘船只, 1.6万名部众向朝廷投降, 被清政府受为签总。 正时事最终做出将清的选择, 即使在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抵制。 就在她准备出将时, 海盗内部反对投降的队伍相当庞大, 骂她中途辩解, 是叛逆的也不在少数。 正时事投降后, 她留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海盗追随者就有数万人, 他们一直拒绝朝廷投降。 5.巴沙洛谋·罗伯茨 巴沙洛谋·罗伯茨 巴沙洛谋·罗伯茨 是海盗黄金时期最成功的海盗之一, 他控制的范围从非洲一直到加勒比海的广泛海域。 在短短的四年中, 他的海盗舰队最多时共拥有400艘海盗船。 罗伯茨以冷血著称, 截船后从不留下活口。 罗伯特37岁才开始做海盗, 他1719年开始参与运奴商队。 罗伯茨后来加入大卫斯的海盗船, 数周之后大卫斯被杀, 他接任了船长一职。 他头脑聪明, 作战勇敢, 总是带头登上敌舰。 他完善了亨利·摩根的海盗法典, 并在自己的队伍里严格贯彻。 罗伯茨以疯狂地掠夺出名, 不仅掠夺商船, 连海军也从不放过, 他的旗舰皇家财富号, 就是抢来的法国军舰。 据说他一生掠夺了数百艘船只, 其横行的地域延伸到巴西 甚至更远的纽芬兰岛和西非地区, 数量可以与亨利·摩根媲美, 在整个海盗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6. 吉德船长 究竟是武装名船还是海盗船? 对于船长威廉·吉德·Kate的评价, 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 吉德最初是英国政府雇用的武装名船船长, 后来他于1701年又最终以海盗的罪名被处以绞刑。 考古学家2008年宣布, 他们在加勒比海卡塔琳娜岛位于距海岸线21米, 水下约3米的地方发现了大炮及船锚等沉船残骸, 并确认这些残骸是17世纪的海盗之王吉德船长的坐舰奎达夫商人号。 据资料记载, 奎达夫商人号曾装满了价值连城的金银, 丝绸及其他宝物, 全球许多寻宝者至今仍在疯狂地寻找它的下落。 考古学家表示, 他们惊讶地发现船只的残骸保存非常完好, 没有被寻宝者毁坏过的迹象, 但是船上的财宝却早已不见踪影。 这给神秘的吉德船长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面纱。 7.亨利·摩根 摩根船长Henry Morgan曾经是海盗头目的代名词。 摩根最初带领武装名船横行加勒比海地区, 后来成为真正的海盗。 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对西班牙殖民的巴拿马市的洗劫与破坏。 16岁的欧洲著名海盗哈利慕名加入了摩根船长的新兵招募队伍, 想要跟随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起去探险。 他很快参加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战斗, 海盗在圣加达利纳岛雍利的总督被西班牙海军俘虏了, 摩根船长部署了周密的营救任务。 哈利在营救中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 但最终顺利脱险。 8.棉布杰克 作为海盗旗的宣导者, 海盗头目棉布杰克其实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海盗士姬。 他最著名的士姬就是与安妮、 鲍妮的结盟以及他的悲惨死法。 棉布杰克原名约翰、莱克汉姆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总是穿着条纹长裤和外套。 棉布杰克的海盗生涯始于他对查理斯、维恩船只的掌控。 维恩是海盗宝藏船的船长, 在和一个法国士兵打斗时被挫败。 棉布杰克被维恩的切诺激怒了, 他带领自己的手下进行滑遍, 把维恩和他的支持者驱赶进一艘小帆船, 放逐了他们。 皇家总督伍兹、 罗杰斯的海盗搜捕队攻击棉布杰克的船时, 安妮和玛丽当时都在船上。 在战斗中, 棉布杰克临阵脱逃, 和同伙躲藏到货舱里, 把安妮和玛丽留在甲板上对抗英军。 1720年, 杰克被捕, 后被处以绞刑, 而且身上被涂满了焦油示众。 9.法兰西斯·德雷克 德雷克、 Francis Drake, 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有的人眼中, 他是一名贵族,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 他却是一名海盗。 德雷克出生于英国德文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 从学徒干到水手, 最后成为商船船长, 他的地位和经历在历史上最未特殊。 1568年, 德雷克和他的表兄约翰、 霍金斯带领五艘贩奴船前往墨西哥, 由于受到风暴袭击而向西班牙港口需求援助。 但是西班牙人对他们的欺骗险些让他丢了性命。 从此后他发誓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向西班牙复仇。 他曾带领船队开展全球环航, 在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海盗和贩卖奴隶行为, 并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10、红胡子兄弟。 红胡子埃里克也称红摩埃里克或红发埃里克及红一埃里克。 红胡子是欧洲人给土耳其最著名的海盗船长兄弟所取的一个绰号。 16世纪,红胡子兄弟利用北非作为基地, 带领自己的海盗舰队不断侵袭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城镇。 第17、果阿火焰十字架。 资料来源,Tragipity。 果阿火焰十字架,The Goa Inquisition, 是指葡萄牙在印度的果阿省实施的宗教审判和迫害制度, 该制度于1560年至1774年间存在。 这一时期, 葡萄牙殖民者试图通过这一宗教机构来强迫印度的基督徒和其他非基督徒归依天主教。 以下是有关果阿火焰十字架的一些关键资讯。 历史背景, 宗教审判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中并不罕见, 但果阿火焰十字架的兴起与葡萄牙殖民者对印度的努力有关。 在果阿, 基督教传教室和官员试图通过宗教迫害来加强天主教的传播。 目的, 果阿火焰十字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天主教在葡萄牙殖民的的控制, 确保基督宗教的传播, 并打压其他宗教的存在。 这一制度是在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的支持下建立的。 审判过程, 果阿火焰十字架的审判过程非常残酷。 被审判的人可能会受到拷打、刑讯和死刑的威胁, 目的是迫使他们归依天主教。 审判涉及对异教徒、异端分子和其他被视为威胁天主教信仰的人的迫害。 审判时期, 果阿火焰十字架的审判时期长达两个多世纪, 从1560年一直延续到1774年。 这一时期内,许多人因宗教原因而受到残酷的迫害, 包括死刑。 结束,果阿火焰十字架在1774年被葡萄牙首相马绿基斯德平巴尔哥庞达庞达, Markit a Pombo, 取消。 这一决定是为了减少宗教压力, 促使更开明的立宪和宗教政策。 果阿火焰十字架是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 它造成了许多人的苦难和死亡, 也反映了在殖民时代, 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18,藏有一亿英镑宝藏的岛屿。 资料来源,BBC News。 据传说, 印度洋的一个岛屿上埋着价值一亿英镑的海盗宝藏。 尽管这一地区被认为到处都藏有宝藏, 但是这一个据说是圣杯, 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藏。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好莱坞电影, 在塞舌尔河流泥望岛上世代流传。 尽管许多人尝试了寻找宝藏, 却都以失败告终, 只有两个人穷尽一身都在寻找这批宝藏。 雷金纳德·赫伯特克鲁斯·威尔金斯·Reginald Herbert Cruz·Wilkins, 被塞舌尔马赫岛的当地人称为陶金人, 用了27年时间搜寻宝藏, 直到他1977年去世。 他的儿子约翰继承了这一称号和事业。 我第一次与约翰见面时, 他当极力声说我迟到了半小时。 我并未期待热情的欢迎, 不论身在何处, 约翰总会不断地被作家和当地人拦下来, 询问他是否在搜寻埋藏的宝藏。 但是当他向我展示他认为宝藏的所在, 当他谈论那些线索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时, 这个粗暴的男人变成了让你情不自禁想要为他加油的样子。 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他的微笑如此有感染力。 尽管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搜寻, 他一如最初故事书里的英雄男孩, 带着他的背包和寻宝图, 尝试寻找谜题的答案。 他的经历就是面对艰难险祖仍然保持希望, 永不放弃的故事。 约翰解释说, 这个迷人的宝藏传说始于1716年, 当时法国人奥利维尔勒瓦瑟·奥利弗·拉伯瑟获获得了 武装私人船舶补亚迪船的许可证, 此人因其向敌人发起进攻的速度被关以秃鹰的称号。 但是不出几个月, 勒瓦瑟就转向了更有利可图的海盗事业。 1721年, 勒瓦瑟和他的同伴以及另外三艘船之上的750名海盗 在琉尼旺, 后来成为波旁岛的港口遇到了一艘飘扬着英国国旗, 名为Nosa Senora du Cabo的葡萄牙帆船。 他们中的250人登上了船, 杀死了船员。 勒瓦瑟并不知道船上装有什么东西, 随后便被震惊了。 约翰说, 一位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一座漂浮着的宝库, 里面装满了金条和银条, 珍贵的宝石, 为加工的钻石, 基尼, 英国旧石金碧名, 教堂用的金银器皿和高脚杯。 由于英国海军正穷追不舍, 于是这些海盗迅速逃回了他们位于马达加斯家的总部, 平分了赃物他们平均分配每名海盗各得。 42颗钻石和5000基尼金币。 指挥官还有额外的份额, 约翰说, 勒瓦瑟将剩下的据为己有。 随后这名海盗销声匿迹, 据说他将其宝藏藏在了赛舌尔的马赫岛上。 我父亲认为, 他将他的船员分成了20人的小组。 船员们并不知道宝藏是在何处。 宝藏, 被放在一个洞穴里, 短暂保存了一段时间, 随后在正式埋葬时, 只有最后关闭洞穴的埋藏人员知道宝藏的地方, 但他们随后被处死。 约翰说, 除了勒瓦瑟没有人知道他的位置。 当勒瓦瑟最终于1730年7月7日在琉尼望岛被抓捕并处死时, 他很清楚人群中有一些他的海盗同伙。 他将一张羊皮纸抛向空中, 大喊道谁能明白我的宝藏就给谁。 那张羊皮纸是一张以17型密码形式绘制的寻宝图。 我可以想象人们双手举起, 互相争夺, 力图接住空中飞舞的那张羊皮纸, 约翰说着, 望眼欲穿。 但是这些由大英博物馆测试确认为 源自18世纪的纯正羊皮纸上的密码, 一眼看上去只是17型错乱的符号。 勒瓦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希腊语和拉丁文学者, 精通神秘图案符号。 克鲁斯、威尔金斯花了很多年尝试破解这些密码, 使用了希腊语、 希伯来语、 占星术、 天文学、 神话学和神秘学的一切方法来破解精心设计的线索。 根据他的发现, 他认为宝藏是根据一个受赫拉克勒斯的12项英雄世纪 启发而设计的复杂谜语进行埋藏的, 而且许多年之后他确认宝藏位于马赫岛北部沿岸绝妙美丽的贝尔欧布莱地区, 周围被蔚蓝的大海, 茂盛的植被和海浪雕刻而成的光滑的巨大花岗岩围绕。 马赫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 岛上的每个人都彼此熟悉。 他们都对这个故事有着自己的见解, 从载我到贝尔欧布莱的出租车司机, 到我入住的宾馆女老板。 我一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 他们就笑了, 然后开始追忆他们从小就听闻的传说。 我不在乎他们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我疯了。 他们认为我父亲也是疯子。 人们不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寻找宝藏。 我的意思是, 现在已经没人做这种事情了, 约翰说道。 但是对于约翰而言, 就像对于他父亲一样, 寻宝已经成了他的生活, 一向倾注了他所有经历和积蓄的智力与体力事业。 当1977年克鲁斯·威尔金斯去世时, 约翰只有18岁。 他父亲的寻宝经历伴随着他长大, 那是他唯一知道的事情。 他想要证明他的父亲是正确的, 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 他想要弄明白海盗的记号。 我已经找到了精神上的宝藏, 现在只需要寻找物理上的宝藏, 他告诉我,约翰已经在贝尔欧布莱地区周围搜寻了超过40英亩的面积, 探索裂缝和洞穴, 在岩石上寻找他认为的海盗标记。 他还发现了骨头、手枪、火枪子弹和小雕像。 我使用了各种设备, 水泵、凿岩机、 手提钻、 手动工具, 有时甚至使用挖掘机和爆破手段, 以及来自德国的最新宝藏探测设备。 他说, 尽管约翰并未透露很多细节, 不希望自己的搜寻被别人赶超, 但是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宝藏的确切位置, 就在沙滩上的一个洞穴中, 距离他家几步之遥, 已经被巨石堵塞, 只能通过水下隧道进入。 约翰还警告说, 根据他的研究, 宝藏上还会有最后的陷阱。 但是未经允许在政府的土地上挖掘是非法的, 尽管搜寻自1988年起一直在持续, 但约翰在2009年被政府勒令停工, 除非他能够支付25万卢比获得许可证。 他认为政府的这一行为是为了确保对宝藏的利益。 政府拥有土地, 所以他们理应获得50%, 这就是规则, 他说, 但是, 1亿英镑的50%仍然数额不非, 所以约翰强调他不会停止搜寻。 自2009年起, 他一直在现场进行预备工作, 修复岩石, 保护墙壁, 修建设备进入的小路并研究有用的测量值, 线索和其他数据。 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众多障碍后, 政府的禁令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几乎就要放弃。 但是我不能半途而废, 约翰说到我的计划是找到宝藏, 获得许可证。 让政府取消禁令, 或者获得适当的资金以完成这项工作。 除非这些事情都实现, 否则约翰和海盗的故事不会完美完结。 我希望他能够笑到最后。 第19 奥斯曼帝国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是一支曾经存在的伊斯兰教国家, 持续存在了近六个世纪, 从1299年到1922年。 它的首都曾经是军事坦丁堡, 后来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以下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关键时期和特点。 建立和扩张,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3世纪, 由奥斯曼一世 Osmonti领导的奥斯曼家族建立。 它的继承者穆拉德一世 Muradai和奥尔汉一世 Orhanai继续扩张领土, 将奥斯曼帝国从小小的安纳托利亚土地 扩展到巴尔干半岛。 军事坦丁堡的陷落 1453年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下, 奥斯曼帝国成功攻占了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 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这一事件对欧洲和中东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和艺术繁荣, 在苏莱曼大帝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的时代, 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文化和艺术的巅峰。 这一时期被称为奥斯曼文艺复兴, 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成就。 霸权的衰落 17世纪和18世纪, 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 土耳其于1683年在维也纳战役中被击败, 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衰落。 此后,帝国努力保持统一,但面临内外压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解体, 奥斯曼帝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 但最终, 奥斯曼帝国战败, 根据塞夫勒条约于1922年正式解体。 土耳其共和国在解体后崛起, 由穆斯塔巴凯莫勒领导。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对伊斯兰文明、欧洲历史和中东地区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厄图曼帝国, 土耳其语, 奥斯曼里·尔德国, 中国大陆做奥斯曼帝国, 香港做厄图曼帝国, 是一个存在于1299年至1923年的帝国, 国名来自创立着厄图曼仪式, 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不过文化上采取东西交融, 即盛时期并同时横跨欧亚非三州。 厄图曼土耳其人源自于西图爵乌古斯人的游牧联盟。 自中亚迁至小亚细亚, 日渐兴盛。 即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州, 领有南欧, 巴尔干半岛, 西亚及北非之大部分领土, 西达直部罗陀海峡, 东底里海及波斯湾, 北极京之奥地利和斯洛维尼亚, 南极现今的苏丹与叶门。 自消灭东罗马帝国, 拜占庭后, 定督于军事坦丁堡。 所以厄图曼帝国的君主苏丹以自封的形式, 是自己为天下之主, 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 因而东西文明在其得以统合。 厄图曼帝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 并掌握东西文明的路上交通线长达六个世纪之久, 直至大英帝国在十八世纪通过直部罗陀打通地中海航线为止。 在其存在期间, 不止一次实行伊斯兰化与现代化改革, 使得东西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 同时厄图曼帝国虽然是伊斯兰教, 但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 其建筑师西南名流至今。 十六世纪, 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 日趋鼎盛, 其领土在十七世纪更达最高峰, 控制今日中东欧不少国家。 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 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 由于厄图曼帝国在军事上的成功与对欧洲人来说东方世界的异国魅力, 18世纪时在全欧洲也掀起一阵崇尚厄图曼文化与时尚的风潮, 称作图奇力,Turkuri。 此时的厄图曼帝国是15世纪至19世纪唯一能等同崛起的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伊斯兰教势力, 但厄图曼帝国最终不能抵挡欧洲国家凭借着强大工业力量的冲击, 局势于19世纪初趋于转变为列强附庸, 开始成为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近代化进程的一环, 但其卓越的战略地理未至吸引英国、法国得以与厄图曼帝国合作抵挡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 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功将其阻止。 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败于协约国之首,厄图曼帝国因而分裂。 之后凯默尔领导土耳其国民运动,成功推翻苏丹的统治并放弃部分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 建立主权独立但面积较小, 仅控制瑟雷斯及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 厄图曼帝国致此灭亡。 第二次海盗是酒 资料来源 关于海盗与酒的关系, 有一些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描绘了海盗生活中对酒的嗜好。 这些描述往往是基于浪漫化的想象而非完全准确的历史记录。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观点。 海盗传说中的酒、海盗的文学形象通常与饮酒、狂欢和放纵联系在一起。 许多海盗小说和电影中描绘了海盗们在船上或在他们的根据地上痛饮朗姆酒或其他烈性酒精饮料的场景。 这一形象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学中尤为突出。 实际的历史, 在历史上, 海盗的生活确实可能包括了大量的饮酒。 海盗们在船上的生活可能非常艰苦, 而酒精可能被看作是一种缓解压力和提高士气的方式。 此外, 海盗们在掠夺过程中可能会得到各种货物, 包括酒类,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酒的获取。 朗姆酒与海盗 朗姆酒与海盗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在18世纪和19世纪, 朗姆酒是一种相对廉价和异于获得的酒精饮料。 一些海盗据说将朗姆酒作为他们的首选饮料。 然而, 这也可能是受到了后来对海盗形象的浪漫化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一些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描绘了海盗们饰酒的形象,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海盗都是如此。 海盗的历史和文化形象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传说、文学、艺术和商业利益。 因此, 对于海盗是否真的是酒,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具体历史证据。 第21 不能带女人到海盗船上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在海盗的文化和传统中,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 不能带女人到海盗船上或女人不适合上海盗船。 这一观念可能源于历史上海盗的生活方式和认知观念,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作品、 传说和流行文化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可能解释这种说法的因素。 观念和迷信 传统上, 海盗船被认为是男性的领域, 而女性在这个环境中可能被视为不幸或带来厄运。 一些传说认为女性的存在会影响到海盗的判断和行动, 因此带女人上船可能被视为不吉利的行为。 社会观念 在过去的社会中, 一些男性群体可能认为女性的存在会干扰她们的合作和生活方式。 在长时间的航海中, 可能存在一种将女性视为干扰或不必要的观念。 保密和信任问题 在一些情境下, 可能认为女性的存在会增加保密和信任方面的问题。 海盗社群中的成员通常需要相互信任, 而带来不确定因素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说法是对历史和文学传统的概括, 实际上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海盗团体可能有不同的观念和行为规范。 在真实历史中, 也有一些女性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海盗生活, 尽管她们的存在可能相对较少。 总体而言, 海盗文化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在历史上形成, 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中得到传承, 因此需要谨慎看待这些说法, 不要把它们当作绝对的历史事实。 资料来源, 每日投条。 在西方世界, 海盗世界通常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的天下。 这其中原因很多, 主要的原因是在17和18世纪, 妇女上船被认为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会导致冲突、争斗、无序以及杀戮。 当时还有一个习俗认为女人会给穿上带来厄运。 接下来的原因还有妇女的体力无法升任船上的工作。 此外, 妇女要乔装上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没有隐私可言的航船上很难掩饰自己的性别。 海盗船上没有女性有时也被作为海盗之间同性恋问题的一大原因。 然而, 这种说话的依据并不充分, 能够说明在西方海盗的世界里存在同性恋情况的也不过一两个事例而已。 在18世纪早期的中国, 同性恋似乎被海盗们当成招募年轻海盗的噱头, 尽管官方禁止同性恋行为, 但是中国的海盗们却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东方海盗与西方海盗的不同之处是对妇女上船的规定。 已婚妇女是可以上船的, 而船长们有时会同时带着五六个太太出海。 在船上, 妇女与男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 有时还只掌着船只的指挥权。 第22 女海盗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尽管海盗的传统形象通常被描绘成由男性主导, 但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女性参与了海盗活动。 这些女性海盗在海盗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足迹, 尽管她们相对较少见, 但她们的故事仍然引人入胜。 以下是一些著名的女性海盗。 安顿尼, 17世纪末, 安顿尼, 安顿尼, 是一位以其勇敢和放荡不羁而闻名的女海盗。 她和加尔赛金斯, Kalakojak, 的船员玛丽德一起参与了许多劫掠行动。 安顿尼被描述为非常勇敢和冷静, 她的存在挑战了当时的性别观念。 玛丽德, 玛丽德, Merry Reed, 是另一位17世纪的女性海盗, 她和安顿尼一同效力于加尔赛金斯。 在一个被俘的时候, 她向法庭证实了她的性别身份, 以避免死刑。 后来, 她参与了一个被成功执行的海盗起义。 费利斯马卡连, 18世纪初, 法国女性海盗费利斯马卡兰, Jinder Cleason, 因为对法国国王腐败的不满而开始进行Siring和截掠。 她的船上描绘了三个红色狗鹏的头骨, 象征她的家庭成员被处决的惨剧。 这些女性海盗的故事表明, 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女性 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参与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海盗活动。 她们的勇气和决心在海盗传说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故事可能在历史记录中存在争议, 因为许多当时的事件都没有详尽的记录, 而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传奇色彩。 第二十三, 加勒比海。 资料来源, Tragipity。 加勒比海是位于美洲东部的一个大型海域, 被大西洋洋流、 墨西哥湾流和安提利斯群岛包围。 这个海域以其美丽的海滩, 丰富的海洋生物, 多岛国和文化多样性而闻名。 以下是一些关于加勒比海的主要特点。 地理位置, 加勒比海位于北美洲、 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 东陵大西洋、 西格中美洲与太平洋相对。 这个地区包括数百个小岛和岛屿, 其中一些是独立国家, 而其他一些则是海域中的小岛国。 岛国和岛屿, 加勒比海地区包括许多岛国, 如古巴、雅买加、巴哈马、 多明尼克、千里达和多巴格等。 这些国家拥有美丽的沙滩, 热带与铃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海洋生物, 加勒比海是一个生态多样性丰富的海域, 拥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包括珊瑚礁、彩色的鱼类、 海龟、海豚和鲨鱼。 一些岛屿以其出色的潜水和浮潜场所而受到欢迎。 历史和文化, 加勒比地区是美洲的一个文化熔炉, 其文化受到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殖民国家的影响。 在这个地区, 您可以发现丰富的当地传统、音乐、舞蹈和美食。 旅游, 加勒比海是一个重要的度假圣地,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岛上的度假圣地提供豪华的度假体验, 包括水上活动、美味的当地菜肴和休闲时光。 自然灾害, 加勒比海地区有时会受到飓风的影响。 飓风季节通常在每年的夏季和秋季, 这可能导致一些岛国受到破坏。 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常采取预防措施, 以减轻飓风的影响。 总体而言, 加勒比海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地区, 既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 又融合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加勒比海, 英语, Caribbean Sea, 西班牙语, Mark Caribbean, 是位于西半球热带大西洋海域的一片海域, 西部, 西南部是墨西哥由加端半岛, 中美洲诸国, 北部是大安德烈斯群岛, 包括古巴, 东部是小安德烈斯群岛, 南部则是南美洲。 整个加勒比海海区, 西印度群岛诸岛及海域沿岸被合称为加勒比地区。 加勒比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之一, 面积达到近275万4千平方公里, 106万3千平方英里, 最深点是开曼群岛, 雅买加之间的开曼海沟, 深度低于海平面7686公尺, 25217英尺。 加勒比地区沿岸包括许多海湾, 如哥纳夫湾, 委内瑞拉湾, 达联湾, 帕里亚湾, 宏都拉斯湾。 加勒比一词来源于加勒比人, 在15世纪末欧洲人来到这一地区时, 加勒比人是此时主要的美洲原住民种群之一。 1492年, 克里斯多福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 西班牙语名称安德烈斯便被用来称呼这些岛屿, 而由此安德烈斯海便成为了一些欧洲语言中加勒比海的替代名称。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内, 西班牙掌握着绝对的霸权。 长期以来, 加勒比对于欧亚大陆文明来说都是一片完全未知的海域, 直到1492年, 哥伦布在试图发现亚洲航路的过程中驶入这一海区。 在此时, 西半球大部分对于欧洲人都是未知的。 在哥伦布发现加勒比群岛之后, 这一区域迅速被西方文明殖民, 最初为西班牙, 此后为葡萄牙, 英格兰, 荷兰共和国, 法国和丹麦。 由此, 加勒比海成为了欧洲海运和海上贸易的要地, 也最终引来了海盗。 今日的加勒比海区域有22个岛屿国家或领地, 濒临12个大陆国家。 由于阳光充足, 全年温暖加上信封调节, 以及诸多风景名胜, 在20世纪下半夜至21世纪, 加勒比海成为了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第24 马六甲海峡 资料来源 Tragipity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海峡, 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的西部。 这个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 也是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国界线。 以下是关于马六甲海峡的一些关键资讯。 地理位置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的西侧, 连接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与印尼的苏门达拉岛之间。 它连接了安达曼海和印度洋以西的海域与南中国海以东的海域。 战略重要性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 通过这里的船只每年占全球货运量的一大部分。 这个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 因此对于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至关重要。 海峡宽度 马六甲海峡的宽度在不同部分有所变化, 但最狭窄的地方约为1.5海里, 大约2.8公里。 这使得这个海峡成为一个相对狭窄而拥挤的水域。 安全和安全性 由于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重要性, 国际社会一直关注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安全性。 一些国家在这一区域执行巡逻, 以确保通道的安全、防范海盗活动和其他潜在的威胁。 国际航运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东亚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国际航运通道。 它对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它提供了最短的航线, 减少了货物运输的时间和成本。 历史,马六甲海峡一直以来就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要充。 历史上,这个区域曾是马来王国和其他贸易王国的中心。 总的来说,马六甲海峡在地理、经济和政治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马六甲海峡,英语Straight of Malacca, 马来语Salat Malacca, 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达拉岛之间的海峡。 马六甲海峡呈东南,西北走向。 它的西北端通印度洋的安达曼海, 东南端连接南中国海,南海。 海峡全长约1080公里, 西北部最宽达370公里, 东南部最窄处只有2.8公里, 是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水道。 在界线方面, 马六甲海峡西底泰国布吉岛与印尼苏门达拉岛间, 东至马来亚丹荣比埃与印尼廖内群岛之间, 经新加坡圣约翰岛与印尼安乐岛间水道衔接新加坡海峡。 马六甲海峡因沿岸岸有马来亚古城马六甲而得名。 海峡现由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共管。 海峡处于赤道无风带, 全年风平浪静的日子很多。 海峡比值平坦, 多位泥沙值, 水流平缓, 因为深度不深, 需要符合马六甲行线制内的船才可以通过。 马六甲海峡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而言, 都是很重要的国际水道。 重要性可与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相比。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达拉岛 之间、东南、西北走向。 马六甲海峡地处太平洋、 印度洋的交界处, 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 也是亚洲与大洋洲的十字路口。 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重要通道, 连接了世界上人口甚多的三个大国, 中国、印度与印尼。 另外也是西亚石油到东亚的重要通道, 经济大国日本常称马六甲海峡是其生命线。 每年约有五万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 预计该数字, 2017年将在20年后将增加一倍。 占了世界的海上贸易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份额。 世界四分之一的运游船经过马六甲海峡。 例如, 在2003年, 一天估算有1100万桶石油, 约170万M立方, 经过马六甲海峡。 第25 索马里 资料来源 TrapGPT 索马里是位于东非角的国家, 面积约为637,657平方公里。 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同时也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冲突。 以下是关于索马里的一些关键资讯。 首都,索马里的首都是摩加迪修, Mogadishu。 语言, 索马里的官方语言有两种, 分别是索马里语和阿拉伯语。 宗教, 伊斯兰教是索马里的主要宗教, 绝大多数居民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 政治, 索马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和内战。 曾经存在的索马里国家崩溃后, 国家分裂成若干地方自治的区域。 目前, 索马里正在努力进行国家建设和政治稳定。 内部冲突, 索马里长期以来一直面临内部冲突和分裂。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后, 国家政权崩溃, 导致了长期的动荡局面。 不同的武装组织和地方政府在索马里的不同地区控制着权力。 索马里海盗问题, 索马里的海域曾经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 海盗在该地区袭击商船, 进行劫持并勒索赎金。 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巡逻和护航, 以减轻这一问题。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 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是目前索马里的政治实体, 成立于2012年。 它试图在国内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恢复, 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人道主义挑战, 索马里经历了多次饥荒, 给居民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国内冲突, 干旱和其他因素导致了数百万人面临粮食短缺和生存困境。 索马里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许多困难, 但国内外的努力都在寻求解决问题和实现稳定和发展。 国际社会继续在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层面上支持索马里的努力。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索马里亚联邦共和国, 索马里亚语, Gemaria da Federica Somalia, 英语,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通称索马里亚, Somalia, 是一个东非国家, 属为开发国家。 位于索马里半岛上, 东宾印度洋, 北陵亚丁湾, 西语伊索比亚, 肯亚, 吉布的相邻。 索马里亚居于 地中海与印度洋的雅丁湾之南, 是各国霍伦游曼德海峡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 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 其地形主要由高原、平原和高地组成。 全年炎热, 有周期性的季风和不规则的较少的降雨。 国际公认边界内的索马里人口约为1500万, 其中超过200万人居住在首都和最大城市摩加迪修, 并被描述为非洲文化最单一的国家, 大约85%的居民是索马利人, 主要居住在该国北部。 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南方。 索马利亚的官方语言是索马利语和阿拉伯语。 该国大多数人是逊尼派穆斯林。 19世纪后期, 索马利亚境内的多个苏丹国分别被意大利、 英国和阿比西尼亚殖民。 欧洲殖民者将索马利亚部落领土合并为两个殖民的, 分别是一属索马利兰和英属索马利兰保护国。 同时, 在内陆以苦行森哈桑为首的德尔维西国与阿比西尼亚, 一属索马利兰和英属索马利兰进行了长期对抗, 直到1920年的索马利兰战役中被击败。 1960年, 英国和意大利的两殖民的合并成立了独立的索马利亚共和国。 1969年, 最高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索马利亚民主共和国, 其间与伊索比亚爆发战争但以失败告终。 1991年, 西亚德巴雷政权到台, 索马利亚陷入内战, 北部的索马利兰宣布独立, 在此期间大多数地区恢复了习惯法和伊斯兰, 在2000年代初期, 创建了许多临时联邦政府,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于2000年成立。 2004年的耐洛比全面协定签署后, 索马利亚成立过渡政府。 2012年中, 叛乱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占领的大部分领土, 2012年8月通过了新的临时宪法, 2012年8月23日结束为其8年的过渡期, 8月29日选出联邦议会议长, 9月10日全国选民普选产生新总统, 9月17日总统内阁人选经联邦议会批准成立, 9月21日索马利亚便为联邦制, 各成员国自治管理, 同时恢复实行宪政。 2006年, 在美国支持的伊索比亚干预下, 过渡联邦政府控制了索马利亚南部大部分地区, 伊斯兰法院联盟随后分裂为青年党等更激进的团体, 他们与过渡联邦政府及其非索特派团盟有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 该国家常年饱受海盗的侵扰, 联邦政府与以实质独立的索马利兰也存在争议。 联邦政府重建后摩加迪修开始了一段重建时期, 索马利亚一直保持着已深处, 在国外工作的索马利人侨民的汇款和电信为主的非正规经济。 是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 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 第26 海盗没落的原因 资料来源 Tragipity 海盗的活动在历史上有过多个时期, 其中一些时期的海盗活动已经消失, 而一些时期的活动仍然存在。 以下是导致海盗没落的一些主要原因。 国家强力反击 一些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反海盗措施, 派遣海军进行巡逻、打击和抓捕海盗。 这些努力减少了在一些水域的海盗活动, 特别是在索马里附近的雅丁湾。 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加强了合作, 形成多国联合行动打击海盗。 联合国通过决议 各国合作共用情报 部署军队并采取其他联合行动 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海盗问题。 私人保安公司 一些商船雇佣私人保安公司 为其提供武装护卫 以防范海盗袭击。 这种私人保安的使用 减少了商船成为海盗目标的可能性。 改善航海技术 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容易监视和控制远洋航线, 减少了海盗袭击的机会。 现代技术, 如卫星监控、雷达系统和通信技术, 有助于提高海上安全性。 国际法律,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协议, 用于打击海盗行为。 这些法规赋予国家权力追究和起诉犯有海盗罪行的个人, 增加了打击这类犯罪的法律手段。 改善地方稳定性, 一些海盗活动发生在政治动荡或无政府状态的地区。 通过改善地方稳定性, 减少贫困和提高就业率, 可以削弱海盗组织的基础。 国际航运规范, 国际海事组织, 英谋, 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措施, 以提高全球航运的安全性。 这包括在高风险水域加强巡逻和提供秘密频道, 从而降低了商船遭遇海盗的风险。 地方社区合作, 在一些受到影响的地区, 地方社区采取了措施, 与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 防范和打击海盗。 这可能包括培训和就业机会, 以削弱加入海盗组织的动机。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海盗活动在一些地区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需要注意的是, 海盗问题仍然存在于某些水域, 并且新的挑战可能随时出现。 第27 One Piece 资料来源 Tragipity One Piece是日本漫画家伟田树的漫画作品, 也是同名动画、电影、小说等衍生作品的总称。 以下是一些关于One Piece的基本资讯。 创作与连载《One Piece》于1997年开始在《周刊少年Drunk》杂志上连载, 至今仍在连载中。 伟田树创作了这部作品, 其独特的故事情节、角色设计和幽默风格为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故事梗概, One Piece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由大海、海岛和许多奇幻生物组成的世界。 主人公是蒙奇迪路飞, 蒙奇迪路飞, 他梦想成为海贼王。 路飞获得了橡胶果实能力后, 具有橡胶人的特殊能力, 他带领一支多样化的海盗团队, 寻找传说中的海贼王之宝, One Piece。 主要角色, 除了路飞之外, 其他主要角色包括罗罗诺亚索隆, 罗罗诺索隆, 纳美, 奥米, 乌索普, Yusup, 文斯默克山智, Sandy, 托尼托尼乔巴, Tony Tony Chopper, 尼可罗宾, Nico Robin, 弗兰奇, Frankie, 布鲁克, Brooke, 等。 世界观, One Piece, 的世界观及其广阔, 分布着多个海域, 每个海域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敌对势力。 全世界都有七大海, 红线, 玛丽乔雅和新世界等特殊地区组成。 大海贼时代, 故事中发生在大海贼时代, 许多强大的海贼, 革命军, 海军和世界政府在这个时代争夺力, 力量和控制。 动画与电影, One Piece, 的动画于1999年开始播放, 至今仍在制作中。 此外, 也推出了多部相关电影, 其中一些是原创故事。 人气与影响, One Piece, 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巨大的人气, 不仅在日本, 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群体。 该作品以其深刻的情节, 丰富的角色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冒险故事而受到赞誉。 总的来说, One Piece, 是一部富有创意, 激动人心且深受喜爱的漫画作品, 成为漫画史上的经典之一。 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One Piece, 日语, One Piece斜线, 中文艺名, 海贼王, 航海王, 是日本漫画家伟田荣一郎创作的少年漫画, 自1997年7月22日起在集音社旗下杂志《周刊少年Jump》连载, 同年12月发行第一册单行本, 至今已出版106册单行本。 并在漫画杂志《周刊少年Jump》中长期占据人气榜的第一名单行本在日本以外, 亦已有30多个国家翻译版本发行。 另外也衍生出诸多衍生作品, 包括同名的电视动画、 电影、 小说和电子游戏等周边媒体产品。 作品已虚构的大海贼时代为故事舞台, 描述海贼蒙奇迪鲁夫想要得到One Piece, 一个大秘宝, 和成为海贼王为梦想而出海向伟大的航道航行的海洋冒险故事。 结语, Conclusion 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鲁夫。 归宝旧印几屋